介绍一下 我是迪伦 你好 迪伦 我叫陈嘉欣 我去个厕所 我去哪儿 什么 这么大一艘船 你竟然会晕船 我跟你讲啊 这件事情呢 我已经问过沈律师了 当然了 他不知道那个人是我 他跟我说呢 只要我带着陈嘉欣 去一趟巴哈马 这个事情就非常简单 像没有发生过的样子 因为我们两个没有孩子 所以他并不复杂 完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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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吗呀 我 我跟你说一个事啊 但是你保证你听完这个事 你 你 你不能杀了我 你赶紧说啊 我 我一看 我是为了完成 东人俩想抱 曾孙子的愿望 我出发点是好的 我出发点是好的 所以 我给你准备的保护措施 有漏洞 还有很多很多漏洞 不过这个事情你不用太过担心 因为根据科学统计 成功受验的几率不到15% 你能说这种事发生七次一唱 他才有可能成功一次的 对吧 这才哪有那么刚好 没有那么刚好嘛 对不对 嘿嘿嘿嘿 放心 这种事 哎呀 夏哥 哎呀 哪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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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说这家店要盘费三个小时 才能进去吃 那有个小姐姐 小姐姐 你没事吧 你是不是吃了那个最新的 猫山王榴莲吃吃披萨 臭得想吐啊 天哪 吓死宝宝了 第一次看到有人真的吃得要吐 哎 小姐姐 你没事吧 你不是食物中毒了吧 我听说吃了不新鲜的榴莲 就会上吐下线 你要不要去医院啊 小姐姐 你没事吧 哎哎 胡说什么呢 我们店里的榴莲没问题啊 人家都吃吐了 你还说你东西没问题 宝宝们 这是一家黑店 千万不要呗 说谁是黑店呢 手机给我 不许拍 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 给我 干嘛呀 你干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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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老板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哎呀 谁怎么回 啊 搞了半天他是怀孕了 你们看啊 他不可跟我们店里的榴莲没关系啊 没关系啊 没关系啊 原来是怀孕了 我这样这里有个怀孕的诊妈妈 大家快来看 有个怀孕的诊妈妈 大家给你看这儿去见一下 好 不好意思啊 过一下 恭喜恭喜 来啊 恭喜恭喜 走 哇 手爸爸也来了 孩子爸爸也来了 事情反转了 大家赶紧的 一定要翻朋友圈啊 翻微博啊知道吗 应该是个没什么人看的直播啊 你不要在意啊 还有爸爸 爸爸 孩子的爸爸 怎么都还不知道有孩子这么一回事呢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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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突然怀孕了呢 我 我怎么跟他说 天啊 明明都要离婚了 我这 我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 我 我已经是个妈妈了 这个孩子 是在遵循你医院的情况下发生的吗 啊 啊 孩子的爸爸是个好人 他 他 他是好人 这一切都是意外啊 他